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最近 在我們台灣地區 台東 常常有地震 那大家 生活都亂了 大家也很緊張 因為6.8的地震 房子倒了 橋斷掉了 民生有問題了 所以最近 我們玉里很多地方 都有災難產生了 花蓮也一樣 那佛陀告訴我們 世間無常 國土為翠 為什麼會有這些天災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痛苦呢 佛陀告訴我們 衣報 隨著正報而轉 所謂的衣報 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山河大地 人事物 代表衣報 正報呢 代表每個人的身口衣 身心的狀態 而造成外在的好好壞壞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我們要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有好的行為 有好的心態 有好的語言 那整個社會 整個生活 整個法界 整個家庭 整個國家 都會變得很祥和啊 都會變得很平安啊 大家安居樂業啊 大家快快樂樂啦 所以說現在 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叫做末法 什麼叫做末法啊 大家都為自己 而沒有想到別人的痛苦 而隨便的殺生啊 隨便的罵人啊 隨便的打人啊 隨便的殺人啊 隨便的造成家庭 社會 國家 種種的鬥爭對立 就這樣子產生啊 佛一再告訴我們 生命是平等的啊 我們要互相尊重生命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一次的地震 那大家好好的來思維一下 為什麼會有地震 佛在經上告訴我們 這個世間有 地 水 火 風 災難 來自於 人心的 不足 貪心 稱恨 執著 所產生的 外在的災難 好比說 人好啦 當你生氣的時候 那 你會緊張 那你的血液 就會有毒素啦 那你的 身心的狀態 就會不安啦 就會急躁啦 那 對你的五臟六腑 就有傷害了 那這個是對自己的啊 那如果真實的 生氣了 造成 對方的痛苦啦 開車撞死人啦 喝酒打人啦 那 或者是 造成 社會的不安 一句話 罵人啊 打人啊 殺人啊 不是沒事啦 那 這個心態 這個無形的力量 存在 於 這個宇宙當中啊 法界裡面啊 九有九隻 你殺一隻雞沒關係啊 兩隻三隻四隻 一百隻一千隻一萬隻 九有九隻 就形成一股力量啊 所以佛說啊 水災的產生是因為 貪心啊 地震的產生是因為 稱恨啊 罵人啊 或者是 殺生太多 聚集 一些怨氣 地牛翻身啊 就像有海嘯啊 這些 住在海邊的人 房子倒啦 人淹沒啦 死掉啦 好可憐啊 我們看了很痛苦啊 所以 在這個災難當中啊 大家要覺醒 大家 不要再罵人啦 保持內心的平靜 保持不齊 探春吃啊 內心 慈悲心 這一次的災難 那大家要 布施啊 看災民需要什麼啊 乃至於我們自己買 生活必需品啊 麵啊 飯啊 米啊 那去布施啊 給他們送溫暖啊 那這個 就可以減低災難啊 大家都有慈悲心啊 那這個世間哪有災難啊 那大家知道 米勒佛降世的時候 那 第四尊佛 米勒佛 出現在這個人世間的時候 人的壽命四千歲 那個時候 沒有動物被殺 沒有水產被吃 那 沒有 地水活風的災難 那個時候 人類都吃素 哇 你看啊 沒有災難是怎麼產生的 大家很明白很了解啊 所以知道地震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稱恨對立不滿 啊 傷害眾生 包括 這些無形的啊 傷害眾生 砍樹啊 亂砍一通啊 破壞啊 氣候啊 破壞森林啊 破壞水土寶石啊 乃至於破壞我們的心態 起了無名 起了貪嗔痴 造成對立 這些不好的 將會造成自己 將會造成整個社會 整個法界 都有傷害 所以愿這一次的地震 那我們參加法會共燈共水 大家多念佛 多放生 多吃素 以此功德 我們來回向台灣 整個大陸 整個東南亞 整個世界各地 無灾無難啊 所以戰略發起了 願為這一次的災難 戰略 傳七天的八關災界 回向給 台灣沒有地震 更回向給整個法界 都能夠無災無難 所以各位也可以發願哦 吃一個禮拜的書 那吃二十一天的書 那吃二十一天的書 送地藏經七遍 那念一百 來 淋巴布的準題咒 藥師咒 大杯咒都可以 為什麼 升起慈悲心啊 消除貪神癡啊 那進化自己 幫助世間啊 所以願各位 藉由災難 找到自己 不要傷害眾生啊 藉由災難 展現我們 佛弟子的慈悲心啊 愛護一切的生命 所以願各位 開始修行吧 願各位 一起慈悲吧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